中央对于政改立场强硬,全部不弱 政改的前途就好像这个星期一那么多 15个立法会议员在占领行动中被警方拉了 几乎每一个党派都有代表 再加上23名泛民早已经联署要否决方案 表明不要有筛选的普选 原本打定输数的特区政府 形容局势由不乐观变作悲观 据了解,在政改咨询开局的时候 中央的高层官员,不论是公开还是在私下的场合 都表明是真心诚意 希望香港在2017年落实普选 但在占中启动了之后,中央调整了态度 虽然依旧都是希望有普选 但也同时补充了一句 即使否决了,也没办法 香港的民情变化跟中央的态度一样 政府内部的民调发现 支持代住先的市民曾经一度因为占领而少了 但在商学宣布行动升级,出现流血场面之后 支持代住先的人急升到超过六成 而反对的人跌到只有两成左右 行政长官梁振英之前就说了 正在争取几位泛民议员支持政改方案 但消息透露,其实政府还未开动这个游说机器 实情就是政改三人组至今仍然无从入手 上次的政改方案,民主党就做了不少工作 包括向政府提出要有超级区议会 落实普选的时间表等等这些条件 让特区政府就敢向中央争取 结果就被支持者指责出卖民主 民主党这次就不敢再开出条件了 只是强调立场,似乎已经无价可谈 政府内部就盘算过,只是向独立泛民议员来手 这一招其实在05年第一次政改的时候都试过 但因为独立议员最终是承受不了压力 最后退了台,通过不了 政府预计,明年暑假之前就要为政改就要表决了 为泛民铺设华丽转身的下台街时间太短了 有建制派就预料,政改不通过 泛民在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很可能会大败 连政改否决权都保不住 建议政府在2016年新一届立法会组成之后 立即重启政改,让大家2017年可以普选 不过政府内部也已经盘算过 即使迅速完成五部曲,也要到2016年底 根本没有时间完成本地立法 等2017年3月的时候可以普选特首 本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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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完